OK,那么今天的课呢,是我们在从入门到精通VSphere技术的第二堂课 在这一堂课里面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去构建一个VSphere的一个虚拟化平台 以及在VSphere虚拟化平台里面呢,到底有哪些基础的一些东西最核心的元件需要我们去了解的 那这个课程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二课 这个课我前面也说过了,分为那个六个大的阶段和那个每一个阶段呢,我们会分12个课程 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里面,12个课程里面的第二节课 而第一节课呢,在圣诞前面那一天,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个,所以这是我们第二堂课,依然是我的简历 可能有一些人呢,没有参加过我们前面的一个课 所以呢,在这一课呢,我依然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本名叫吴秋林,英文名叫开领吴,然后呢,网名叫猫猫 可能最后一个大家会知道的比较多一些 然后,我03年开始进入IT行业 03年到今天,基本上大大小小做过很多项目了 而从09年开始,09年开始做培训 比较有意思的是,09年开始我做培训,也是像今天这样的一种培训模式 当然,当时的条件跟现在的条件可能不是特别一样 我本身呢,是那个Virmer授权培训讲师,也是Situs语言培训讲师 我07年的时候创立了虚拟人这个网站,一直到今天 工作连线呢,11年以上了,其实是 只不过呢,中间有一部分时间可能不是说做IT 所以呢,差不多也就是十年左右的一个IT的一个工作连线 主要呢,我就做Virmer和Situs,两个虚拟化技术 包括他们的那个服务器,桌面,以及云这两块的,这几块的东西 我本身,刚才有些人可能说我比较年轻 其实不太年轻了,我本身今年30,84年的 好吧,右边这张照片呢,是那个我风华正茂的时候的照片 OK,就不去过多的去,就我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解读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课程的进度安排 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了第一课了 那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是第二课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后面有哪些课程呢 你们可以直接查看我们这个课程目录 那么在课程目录里面呢,我们会去给大家设计的一个课程目录 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的一个课程目录 即使你们没有基础,只要有计算机基础 计算机英文基础都没问题,好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下课程二 构建Visphere虚拟化平台的准备工作 就是说,如果我想构建这个Visphere虚拟化平台 我到底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 我需要了解些什么东西 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并不是一个认证课程 因此我们也不会说是过多的去强调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我们更测重于实际上的一个应用效果和那个核心基础概念去给大家做一个阐述 那么我们会在今天这个课里面呢,我们会给大家阐述三个基础概念 一个是那个什么是Visphere的核心组件 那么Visphere的核心组件呢,我把它归纳为两大类号 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 那么大家看到我们动画里面的那个最底下这个部分是纯硬件 也就是我们的物理服务器 这个呢,大家从事工作这么多年 我想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我就不去过多的强调 那么围绕着这个硬件的最重要的一个组件就是ESSI 也就是我们第一天所讲的Visphere里面两个基本组件的其中一个 ESSI 大家都知道传统结构下面呢 我们的系统是装在那个物理服务器上面的 但是那个虚拟化之后 虚拟化之后呢 我们就跟传统的结构不太一样了 它引入一个ESSI这个虚拟化层 好,至于部署的问题 我们这里就先不说 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给大家讲概念 有ESSI 那么ESSI上面我们会运行很多一个新的概念 叫虚拟机,简称VM 全称是Virtual Machine 虚拟机 在ESSI上面我们会有很多虚拟机 那么这个虚拟机的用途呢 基本上就取代原本运行在物理设备上面的一个操作系统的用途 跟它的用途基本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基础元件 就在软件部分 那么第三个 名字叫做Visner Server Visner Server 这个Visner Server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 Visner Server负责管理虚拟化 Visner Server 虚拟化平台上面的一切的东西 其中包括我们前面所说到的ESSI和VM 当然了 Visner还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其他的一些组件 其他的一些组件 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高可用 容灾 性能监控等等之类的一些功能 但这些东西呢 我们在后面会一个一个的给大家去讲到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我们会慢慢讲 我们从基础开始 我们一个个看 ESSI的用途是用来干什么的 ESSI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边 传统的物理的数据中心上面 物理的数据中心上面 那么按照我们的习惯 我们会在物理数据中心里面买一堆的那个设备 然后在每台设备上面装一个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可以是Windows 可以是Linux可以是BSD也可以是OSX 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操作系统类型 但是呃 它的缺点就是一机一系统 这样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不便 呃 以及资源浪费 这个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强调过了 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说我们为了增强我们的资源利用率 引入了一个叫做虚拟化成 虚拟化成 VML的核心服务器 虚拟化成呢就叫做ESXI 就叫做ESXI 那么我们在每一台物理服务器上面先装一个ESXI 装完之后 再在这上面把这个由这个ESXI负责把底层的物理硬件切割成若干个不等份儿 比如说CPU Memory 网络卡 磁盘 分别把它们切干成 切割成若干个不等份儿 若干个不等份儿 啊 CPU多少 Memory多少 网络多少 磁盘多少 切割完了之后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运行一个操作系统 最基本的就是需要有CPU Memory 网络卡 和磁盘 切割完了之后 每一个虚拟机都具备一定数量的CPU 一定数量的Memory 一定数量的网络卡 一定数量的那个磁盘 那么有了这些基本元件之后 我们的虚拟机就可以正常运行 然后我们就可以装系统 Windows Ninux 等等其他的一些系统 然后有了系统之后 大家都知道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对吧 这是那个ESXI最大的一个用途 也是它最基础最核心的一个用途 后面所有的东西都会围绕着它这个基本用途去展开 会围绕着它这个基本用途去展开 那么 安装完ESXI之后呢 它的简单架构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从ESXI内部来说 我们从ESXI内部来说 在ESXI内部呢 会有一个VAM kernel 我们会有一个VAM kernel 会有一个VAM kernel 这个VAM kernel是整个ESXI的一个核心 是整个ESXI的核心 它负责所有所有的这个hypervisual成统事情 其中包括资源 包括调配 包括监控 包括管理 包括报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都在这个VAM kernel里面 那么这是最核心的东西了 除了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VMM 它的全称是Virtual Machine Monitor 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虚拟机监控的意思 这样说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抽象一点 那么我换一个概念 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当我们在我们的Windows插助系统里面 我们运行一个QQ的时候 你们去任务管理器里面 你们可以看得到 它会有一个进程在里面 那么实际上这里的那个进程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于那个QQ在运行的时候的一些开销 而这里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ESXi里面来看的话呢 ESXi里面的VMM 它的用途有点类似于那个QQ的进程的那个进那个用途 当然了 它的用途类似但是不仅限这个用途 简单的说它负责沟通虚拟机跟ESXi内核之间的一些事情 至于哪些事情我们后面一一的去讲 一一的去讲 但是大家需要留意的一点就是 这个VMM它既然类似于一个进程的东西 它就会一定会有内存开销 一定会有内存开销 可能几十兆 可能几百兆 也可能几个G 至于这个VMM具体会有多大 其实它是floating的 是一个浮动的 它的大小有你的操作系统类型 就你虚拟机操作系统类型 虚拟机的显存大小 音频 那个分辨率等等之类的一系列的东西构成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呢 会再找时间给大家去阐述 大家记住一点 VMM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件 那么这个组件 它会随你这台虚拟机运行而出现 关闭而消失 它会随虚拟机运行而出现 关闭而消失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 那么这是ESSI内部的事情 外部的话呢 相关组件它还包括一个Vcenter 前面我们说了 Vsphere最核心的三大基本组件 软件部分的三大基本组件呢 一个是ESSI 一个是虚拟机 一个是Vcenter 那么它还有一个外部组件叫做Vcenter 叫做Vcenter 然后有一个Vsphere API 反斜线SDK的东西 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个API和SDK呢 主要是Vermia官方所提供的一个接口 以及那个标准编程的一个SDK 利用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去开发一系列 围绕着ESSI展开的东西 比如说监控 比如说备份 比如说报警等等这些东西 这是API 除了API之外呢 还有会还会有一个CIM的东西 这个CIM呢 主要是一个常规的硬件监控组件 常规的一个硬件监控组件 比如说它会帮助我们监控 我们ESSI主机的CPU ESSI主机的memory 风扇 温度 磁盘 网络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它会监控他们的状态 这是一个监控组件 除了这几个组件之外呢 还有一个命令行的一个东西 有一个远程命令行管理工具 叫做VCLI 它的全称是Vsphere Common Line Interface 就是Vsphere命令行管理的一个接口 我们可以通过远端命令行 去管理我们的ESSI 当然了 这个功能相对来说呢 就没有那么容易一点了 但是这个功能是比较重要的 重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就是当我们想要做Troubleshooting的时候 我们想要做Troubleshooting的时候 它会很重要 它会很重要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最简单 也是我们最常用的管理方式 就是客户端 图形界面客户端管理方式 一个是WebClean 一个是VsphereClean 那么在5.1以前 5.1以前呢 主力都是VsphereClean 就是这个 这个VsphereClean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CS结构的一个客户端 就类似我们去QQ的网站上面 下载一个QQ的安装包 回来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的桌面上会有一个QQ 对不对 那么这个VsphereClean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可以帮助我们直接执行 对我们的ESI主机进行管理 就是VsphereClean的 那么当然它也可以通过Vsphere 对我们的ESI主机进行管理 在我们前面介绍 介绍那个三个基础组件的时候 我们有说过 Vsphere负责管理 Vsphere上面一切的事物 一切的事物 那么VsphereClean的 可以通过Vsphere来管理 也可以直接管理我们的ESI 然后但是注意 我提醒大家一下 从5.5开始 从5.5开始 最核心的管理方式是WebClean WebClean 这个WebClean 简单的说就是 有点像WebQQ一样的东西了 我们不再需要在我们的本机 安装任何客户端 我们直接用浏览器 比如说Crime浏览器 Sphere浏览器 或者说是Firefox浏览器 我们直接用浏览器 打开我们的Vsphere server 注意 用浏览器登录我们的Vsphere server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Vsphere server 管理我们的ESI主机 这个是我们ESI主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构示意图 简单结构示意图 那么 当我们的ESI主机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的ESI主机安装完成之后呢 你们会看到这么一个界面 这么一个界面 一个灰色跟黄色相间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DCUI界面 我们把它叫DCUI界面 DCUI 它的全称是DeleteCouncil User Interface 这个界面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解答 就是你直接跑到你的服务器的显示器前面的一个界面 这就叫做DCUI界面 在这个界面下面 你们可以看到你当前你这个ESI操作系统的版本号 大版本号 以及它的BL的版本号 同时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CPU 可以看到它的Memory 同时呢 还可以看到到它的主机名 以及它的IP地址 在这个界面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除了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两件事情 第一 按F2这个按钮 你见你们的电脑上面的那个F2的按钮 可以去查看系统日志 也可以对这个ESI进行一些常规的一个配置 那关于这个部分 我们那个下一个课程我们会去讲它 同时 如果你们想以快捷的方式关闭或者重启你们的ESI 你们可以按F12 提醒大家的就是 无论是F2还是F12都要求你们输入你们的用户名和密码 好 至于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怎么来的 这个在我们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会去讲它会去讲它 那么这是那个ESI主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Vacent Server的一个概念哈 它的用途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Vacent Server负责全面的集中管理我们所有的ESI 以及运行在ESI上面的虚拟机 它负责全面的管理这些东西啊 也就是说Vacent Server它是一个Central Management Platform 就是一个集中管理平台 集中管理平台 不要问我为什么要用它不用它行不行这种话啊 这个没有意义 那么它的架构呢 相对于ESI来说可能就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点 但我指的意思是说我们体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形式简单一点 而要管理Vacent Server 首先要管理Vacent Server 我们依然需要一个Client 可以是VisperClient 也可以是我们前面所说的WebClient 另外从五连五以后基本就会用WebClient来管理 所以大家应该习惯用WebClient 就是浏览器来管理 那么它需要有一个那个ESI 需要有ESI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没有ESI给Visner管 那么Visner还有意义吗 它没有任何意义 这就好比说一个公司 只有一个董事长 但下面没有一个员工 那么这个董事长就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那么所以需要有ESI存在 那么同时 Visner它有自己的程序 以及依附于Visner存在的一些其他组件 其他组件 比如说像那个高可用 分布式资源管理 等等之类的一些其他组件 注意一点 Visner是必须要有数据库支持的 必须要有数据库支持的 然后AD 关于AD这个部分 我想说一下 大家注意到这边有个新号 在互联网上针对Visner 是不是必须要有AD 这个一直有一个比较不定的一个争论 那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从产品层面上说 可以没有AD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AD 我们想要装Visner 要使用Visner也没有问题 但是从业务层面上说AD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了 我说的是从业务层面 大家注意理解这个东西 那么当然了 除了微软的AD之外呢 它还支持NIS和OpenLDAP OpenLDAP 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是NIS 什么是OpenLDAP的话呢 那我也 无话可说 你们可以去百度一下 好吧 这是Visner server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组件 那么当我们完成了Visner server的部署之后的话呢 通过Visner 登录到我们的Visner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界面 在这个界面 界面上面 我们可以执行搜索 我们可以去对YSSI主机进行管理 可以对虚拟机进行管理 可以对纯属进行管理 可以对网络进行管理 可以自定义角色 我们可以去查看当前的一个Session 可以去管理License 可以查看日志 可以针对Visner本身进行一些高级设置 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扩展组件 我们可以做计划任务 我们可以查看事件 我们可以查看TOP 我们可以去预先定义一些规则 和一个标准配置信息 也就是说 基本上在Visner Server的一个管理界面下面 我们可以做所有事情 我们可以做所有事情 这一点是在ESSI下面做不到的 ESSI下面的界面会比这个简单很多 简单很多 这个我们在下一堂讲ESSI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Lab给大家去看啊 在那个Lab里面呢 你们可以看得到 那么这是Visner 然后作为整个虚拟化技术里面 最核心 最核心 也是最基础 最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是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它的用途是什么 传统的结构下面 我们的物理设备负责承载操作系统 那么它就是一台机器 就是一个系统 那么虚拟化之后呢 我们先插入一个虚拟化层 虚拟化层 这边是我们的ESSI 那么在ESSI之上 我们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在ESSI上面 比方说跑一个我们的Web业务啦 跑一个OA啦 跑一个DB啦 跑一个SAP啦之类的呢 我们直接在ESSI上面是跑不了的 那么我们要跑这些业务怎么办呢 我们就必须要带入一个基本概念 叫做Virtual Machine虚拟机 我们需要准备更多的虚拟机 来去帮我们提供service 那么比如说Web 我们要创建一个ForWeb的虚拟机 DB我们要创建一个ForDB的虚拟机 那么ADDHCPOA 那个什么XChange SAP 以及桌面 我们的虚拟桌面 WIN7啦 2008啦 那个那个那个XP啦 WIN8啦 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 那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些组件 来帮我们提供服务 提供各种各样不同的服务 而这种组件运行在ESSI之上 我们把它叫做虚拟机 虚拟机是一个 特尔广资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所有虚拟化厂家 那么他们虚拟化出来之后的一个业务 所运行的那个平台 都叫都叫虚拟机 也就是说虚拟机不是WIN8专属的东西 SATUS 微软 红帽 以及ORCO WIN8 他们的最基础的那个业务承载元件 都叫做虚拟机 都叫做虚拟机 好 那么 区别于传统的情况下呢 就是传统的我们所有的系统直接部署到我们的那个物理设备上面 但是现在我们把系统部署到我们的那个名字叫做虚拟机的这个基础组件里面 然后在这上面去承载各种各样的业务 Windows Linux BSD OSS 等等 这是它的一个用途 那么除了用途之外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虚拟机的架构跟我们传传统的物理纯物理机的架构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别 如果是传统的物理架构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到第二层就可以了 到这里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台物理服务器 然后在物理服务器上面我们装一个系统 注意 如果是传统的结构下面呢 这个系统就直接是我们的Windows Linux BSD 或者OS 但是当有了虚拟机之后 这一层我们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现在我们所框选的这一层哈 这一层就不是WindowsLinux之类的东西了 它是ESSI 不要把ESSI误会成是一个Linux 它就是一个操作系统 然后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先建一个虚拟机 然后给它装一个系统 给它装一个系统 装完系统之后 在这个系统上面我们再去给它部署业务 部署业务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结构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虚拟机跟传统物理机的一个区别啊 在架构上的一个区别啊 也就是说 其实从这个架构上 大家可以看到 虚拟机已经跟我们的物理设备无关了 跟我们的物理设备无关了 因为虚拟机上面的APP DataOS都是延伸出 从我们的那个ESSI这边延伸出来的 跟我们的那个物理设备 其实没有什么直接性的关联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层级出来之后 虚拟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一个文件夹 虚拟机体现在我们面前的会是一个文件夹 就像你们的Windows或者Linux操作系统里面的文件夹一样的 也就是说 每一台虚拟机会是一个文件夹 那么这文件夹里面呢 它会由一系列的文件构成 它会由一系列的文件构成 那么包括哪些文件呢 包括一个配置文件叫做VMX文件 包括交换文件 包括BIOS文件 包括日志文件 包括模板文件 包括磁盘文件 也包括如果我们做了挂起之后 就相当于我们暂停虚拟机 有挂起文件 也包括我们的快照等等之类的一些一系列的文件 那么关于这些文件的各自的用途含义 这个我们今天不做过多的介绍 在讲到虚拟机那章的时候呢 我们会详细的去给大家 就这里面的文件的用途 给你们做一个详细的阐述 好吧 大家记住一点 虚拟机 它是由一堆的文件构成的一个文件夹 好 这一点上 大家就应该明白 跟我们传统的物理机 有天差地别 传统的物理机 我要把它搬走的话呢 我需要去这样把它扛走 但是现在虚拟机 它只是一个文件夹 我不需要扛走了 我只要动动鼠标 我就可以把它弄走了 这是虚拟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组成 那么当我们把虚拟机构建好 并且给它装完系统之后呢 你们现在所看到这么一个界面 就是一个虚拟机的管理界面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我们把这个这张图里面 大家所看到的这张图里面的那个 灰色框框以外的 灰色框框以外的所有东西除开的话 大家其实会发现 这跟我们传统的物理设备上面 装完一个系统所看到的界面 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任何区别 这就是那个虚拟化之后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至于怎么装系统 我们在后面会详细会去说 装系统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每一个参数代表着什么 我们都会在后面详细说 这张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参数它 我们说了 我们是从入门到精通的一个课程 因此一步步来 请大家不要心急 好吧 那么在日常工作中 我们理解了这三个基本元件的用途之后呢 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VSphere平台的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台PC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笔记本也好 还是那个什么其他东西也好 总之我们要有一台PC在这边 然后我们需要通过在这台PC上面 要么安装一个VSphereClean 要么安装一个WebClean WebClean这样不用安装了 我们用浏览器 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下 为什么我要强调安装WebClean呢 就是我们通常不推荐大家 直接使用微软的那个IE浏览器去管理 我推荐大家使用Chrome Google的Chrome浏览器 去或者Firefox去管理我们的那个VSphere 好吧 提醒大家一下 我推荐大家使用使用这两个浏览器 但我本身我喜欢用那个Chrome的哈 那么当我们在我们这个PC上面 安装一个VSphereClean之后 那么呃或者用浏览器打开 打开什么呢 打开我们的VSphere 打开我们的VSphere 注意哦 VSphereServer部署完成之后呢 它本身是没有管理界面的 它的管理界面是需要通过 VSphereClean的或者WebClean的来体现啊 VSphereServer体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东西呢 如果不用这两个客户端来管理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进程 在你们的进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跟VSphere有关的进程 但是你没有任何的那个入口 除了通过这两种方式之外啊 我们通过VSphereClean的或者WebClean的去管理我们的VSphere 进而通过VSphere去管理我们的ESSI主机 管理我们的ESSI主机 那么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特殊就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要直接管理我们的ESSI的话呢 我们只能通过VSphereClient来直接管理啊 直接通过VSphereClient来管理我们的那个ESSI 而这个WebClean是不能够直接管理我们的ESSI的 WebClean不能直接管理ESSI的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 但是我要说的是WebClean的才是主流 WebClean才是主流 这个不是我在讲 而是WebMail的那个规划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是我们管理VSphere平台的一个方式啊 那么如果说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工作当中 我们想要有一个最廉价的学习方式的 学习那个VSphere的一个方式的话 我们应该准备些什么东西呢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一课那个相对也比较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点 在于就是首先CPU这个部分呢 必须要支持虚拟化技术 CPU虚拟化技术支持并且激活 CPU虚拟化技术怎么样去激活呢 去你们的BIOS里面激活物理机的BIOS里面去激活 这是第一个 当然了CPU我建议大家适合以上是最好的咯 当然你们说双核行不行 双核也没问题啊 内存 如果你们想要有一个最佳的性能了 就你们在做学习的时候有最佳性能 并且能够比较全面的学习 像我们的后面要讲的VCloud或者桌面的话呢 建议内存配16G以上 16G以上 但有些人会钻牛角尖说我4G行不行 那实际上你们如果要测试呢 4G也成啊 但是那个性能就是惨不忍睹的 因此我建议16G以上的内存啊 然后磁盘 磁盘的话呢 最好是SD 这样的话呢 在测试的时候呢 不会因为磁盘给你们带来一个瓶颈 那传统的SATA什么之类的也行啊 也行 那么啊 载体 就是说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的载体呢 可以是Windows 可以是Linux 也可以是OSS 这个是注意强烈建议64位啊 以我目测来看的话呢 32位的OS好像慢慢的在死掉了啊 那么数据库 注意要准备数据库的呀啊 啊 他支持C口数据库 VPostgres数据库 Oracle数据库 以及DB2的数据库 至于说这个DB2呢 呃支持什么版本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慢慢去讲它 好吧 然后应用程序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呢 一个Workstation 一个Workstation呢 是去VMAP官方网站里面去下载 下载来这个之后呢 安装到你们的Windows 或者Linux平台就可以了 有For Windows和For Linux的Workstation 最新版本是Workstation10吧 那么如果你的平台不是Windows的 而是那个苹果的Mac 那么可以装一个Mac版本的Workstation 名字叫做VMAP Fusing Fusing 这个东西呢 就相当于那个Windows或Linux平台 下面的Workstation 在它上面也可以虚拟一个东西出来 去帮助我们去那个学习虚拟化平台 好吧 学习服务器虚拟化平台 VSphere的这个东西 然后当然了 对应的ISO 对应的VCenter 这个都是要准备好的 我提醒大家一下 我提醒大家一下 啊 那个你们的客户端 你们的就是VSphere Client 必须要跟你们的ESSI和VCenter的版本一致 你才能通过VSphere进行管理 有些人可能会想说 我能不能够通过VSphere Client5.5 去管理VSphere5.1 就ESSI的5.1 这个是不行的啊 这个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客户端版本一定要匹配 这个呢 也是另一个理由 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使用那个web界面去管理的原因 因为这个就不挑客户端了啊 因为它没有那个那么复杂的一个客户端的概念 也就是说 回顾一下 整个我们建议大家 如果想要去学习VSphere Client5.1 环境的话呢 那么配置就是这边 大家所看到PPT里面的配置啊 我不建议大家去那个 用配置太低的设备 我前几天还看到有人用赛阳赛阳低的东西来做测试 我实在是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OK 这是一个建议的一个配置环境啊 配置的环境 OK 这是我们这边给大家做的一个介绍 关于说我们配置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那么 呃 待会儿呢 我们会有一个互动问答时间 以上是整个我们今天这个关于就是说构建VSphere平台准备工作的一些相关事项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章节 这个章节呢 我们最重要的其实给大家介绍了四个概念 一个是VSphere 一个是虚拟机 一个是SSI 同时我们还介绍一下 如果我们自己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 我们想要去学会呃 这个VSphere平台的话呢 怎么样用最低的代价去学会这个东西 去准备我们的那个学习环境 这是我们今天这一章所讲的东西 那么呃 我们下一堂课呢 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怎么样去部署一台 ECSI Server 怎么样去部署一台ECSI Server 这是我们下一堂课的内容 好 那么到这里 我们这一堂课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参加